悬门散时文献卷 道教经文典籍概述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教经文典籍的产生 道是道教的最高信仰 道生出宇宙初始状态的混沌之气 道教经文典籍作为道教教义 教规和道教内的行动纲领 也来自于道和由道产生的气 这种气经过漫长的运化 凝聚成了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 即三元 分别称红元 混元和太初 这三元中又生出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三位天神 他们为了拯救即将产生的宇宙众生 采自然奥妙之气 凝 木 火 土 金 水五行之精华 以黄金 白银为止 用神来妙气之笔 写下了许多有先知先哲的文章 收藏于七宝玄台之内 待到一定的时候 再下传到人间 道教经文典籍的文化渊源 道教经文典籍的文化渊源 主要有四个主流 即道学思想 原始宗教的神学思想 和神仙信仰 方式的各种方济和数数 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 道教学者 在吸收了这些思想之后 对其进行了科学的嫁接 以道的理念 用道教的神学观念 创作了他自己的各种经典 道学思想中的自然宇宙起源说 贵因守柔 以柔克刚的思想 无为之质的方针 人体修炼的思路 都成了道教经典的主要论点 原始宗教神学思想和神仙信仰 是指鲜明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 为了寻求安慰和寄托 只能把命运交给神灵 于是产生了许多神仙 和一套祭祀制度 道教经修改 增添 发展 而形成自己的神学思想 方式的各种方济和数数 在道教经文典籍中的符录 方济 祭典 内外丹等内容都有所反映 是对古代方济 和数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如 佛两家思想 对道教影响很大 儒家治国的行政体制 形成了有关道教内部组织体系制度的 道教经文典籍 佛教的教会是组织形式和各种仪式 形成道教这一方面的道教经文典籍 后来 道教提出了三教圆通的论点 道教经文典籍的作用 首先 一个修道人在出入道门后就要学习读经 通过阅读经文 可以对修道有所帮助 也有助于理解高深旋理 提高个人修为 第二 在天地运中 星宿错度 日月失昏 四世失度 阴阳不调 国主有灾 兵阁四星 异毒流行 赵民死伤 失有命过等状况发生时 通过读经文可以上销天灾 保证帝王 下阳读害 已渡赵民 在这个时候 读经体现着 人们战胜厄运的美好愿望 第三 宋代的白玉禅 在赞救苦经词中认为 讽宋太上领保天尊说救苦经的人 就是 莫不带天尊 而言说经教 体大道 以引接福生 意思是说 阅读道教经文典籍 可以带天说教 宣传教义 最后 道教认为 通过学习并参悟实践道修炼和生活当中 道教经文典籍 道是可以达到修道成仙 与神沟通的目的 根据无上密钥 引动玄空洞灵章经中的话 善信男女 相灯公养 见世光明 深入无为 受福自然 若能常摘 诵经灵章 万变道成 身生水火 力至飞行 祈祷高妙 不得露泻 因为 千变通神 万变通真 通神就可以逆之吉凶 通真就可以经灾吕厄 藤井三清 道教经文典籍的传承 道教中的许多经书都是通过神仙传授的 神仙传授道教经文典籍就是通过神仙传授给某一个高道 再由这个高道在世间传播 传授道教经文典籍最多的神仙就是太上老君 他曾以各种化身多次下凡传授真经 而老子只是其中的一次化身 这次化身下凡的目的就是传授道德经 教人民于乱世之中 教人们行无为之志 使人们懂道德深奥 要人民以修炼而长生 除太上老君之外 还有许多神仙也都曾下凡向世人传授真经 三元气化成书和神仙传授经书 实质上是统一的 三元天尊各说的真经都藏于七宝玄台之内 神仙根据人世间的具体情况 选择玄台内能解决问题的经书 派神仙下凡 把经书传给能担任传部任务的高道明示 把两个程序和二为一的统一起来 道教经文典籍造作的神学化 道教经文典籍之所以神学化 是因为道教经文典籍是为道教服务的 它必须从属于道教的宗教属性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而组建的 它的一切教规 教义 修炼方式都应符合道的精神 为了体现这一切顺应天理和法力无边 只能说这些道教经文典籍 是直接来源于道的 道就是虚无缥缈之气 是三元 三度 三位天尊 或者直接说就是老子 这样就使道教经文典籍有了分量 有了威望 就能使人信服 因此在面对这些经书时 每个道徒只能以虔诚的心理去信任 诚心诚意地去修行 努力去追求得到成仙的终极目标 这样就使道教组织能凝聚成一个坚强的团体 并世代相传下去 另外 造作道教经文典籍的学者们 也想通过神话其著作 向人们传达一个信息 告诉人们他们的这些著作 不是由人去刻意追求而以虚假的文字拟写的 而是出自深不可测的宇宙深处 表达宇宙自然本性的一种天书 造作道教经文典籍的两次高潮时期 道教神话其经典由二期所画 并由神仙下降传授 其实大部分道教经文典籍都是道教学者造作而成的 第一次道教经文典籍造作的高潮发生在战国至汉代时期 这一时期中的道家、墨家、神仙家、方氏、方仙道、黄老道的作品 基本上都被纳入后来道教经文典籍的范畴 再加上早期道教的一些作品 构成了早期道教经文典籍 代表著作有《道德经》、《庄子》、《墨子》、《山海经》、《列仙传》、《黄帝内经》、《天官书》、《太平经》、《正义蒙微妙经》、《老子小耳柱》、《周易参同气》等 第二次道教经文典籍造作的高潮在魏晋南北潮时 这一时期中道教教派分起 佛道激变 道教的宗教素质和组织的教会画集需要理论做支撑 所以一大批道教经文典籍应遇而生 道教的宗教素质得以提高 教会式的公贯组织模式初步形成 代表著作有《上清经》、《灵宝经》、《三黄经》等几个系列的几百种道教经文典籍 一、第一次造作道教经文典籍高潮 战国时期至汉代时 作为第一次造作道教经文典籍的高潮 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一是许多书都没有真实作者署名 都是以什么神、什么先传给什么人而流传的 二是这些书的写作技巧和传承方式十分特殊 有的是用特殊的符号和隐性文字书写的 时常人不能认识 如周易参同器 有的只采用师徒秘传的方式传承 等到一个特定的时候 某个人再把它写成普通的文字 加以传播 还有的是采用伏基祥书的形式传释的 总之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所以造成误传多 抄本多 良友难分 政务难辨 给后期的整编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也使后人对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和学术性产生了怀疑 三是 这些经书大多都已遗失 现在再也不能见其真面目了 只能根据别的经书上的记录和目录的摘注略知一点提毛 还有的道教经文典籍在目录本上就著名是虚的 在天堂之中还未传道人士 二 第二次造作道教经文典籍高潮 魏晋南北潮是造作道教经文典籍的第二次高潮 这个时期的道教经文典籍 在内容上已表现道派派别成立和道教组织建设方面的最多 因为此时正是道教道派伶俐 道教正走向成熟的时候 当时正是丹学的兴起和逐步普及之时 在新造的道书中 有关修炼的书所占的比例较多 如葛洪和陶洪景祖师的作品中 都有关于炼丹方面的书籍 当时由于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道书的内容上 有许多地方体现了向佛教的学习 有的甚至是把佛教的教规 组织形式 佛法 交易城市等照搬过来 有的是略加改造后成书 如这些道书中有佛 菩萨 舍利等字样 道教经文典籍分类体系 三栋四辅十二类 在南北朝时 道佛面对面的论战中 道教被对方深深击中的软肋之一 就是道教经文典籍的混乱无序 两有不齐 正物难分 佛教的高僧们 往往就用这本道教经文典籍上的毛 去供那本道教经文典籍上的盾 参加辩论的道教学者 往往因不能自圆其说 而让佛教高僧们耻笑 在道教学者深受刺激的同时 南朝留宋的宋明帝也感到问题的严重 于是命当时南朝的高道陆修靖 同管全国道教 编转道教经文典籍 在皇帝的重视下 陆修靖根据两进道教经文典籍中 多次出现的三栋这个名称 作为道教经文典籍的总称 并在旗下分类 编撰了三栋经书目录 和领保经墓两部中国道教史上 首次出现的目录编转书籍 因局限于道教三的特殊含义 三栋法式的分类体系 不能把早期道教天师道 和太平道的一些道教经文典籍包括进去 于是南朝梁的孟智州法师 又提出了四辅的概念 这样 三栋和四辅七个系 就把各个方面的道教经文典籍 都归于系列目录之下了 经过陆修靖和孟智州 两位法师的努力 最终确立了道经的三栋四辅十二类的分类体系 使道教经文典籍本身系统化 也有利于道门中人的收藏和使用 悬门散实文献卷 道教经文点击概述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道教经文点击的三栋分类方法的由来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南朝茅山道士陆修靖祖师搜集道书 并在整理道书过程中首创三栋分类法 所谓三栋即动真 动玄 动神 三栋这种分类方法 不仅有深刻的神学意义 而且还体现了道学的哲理 传说道教的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 在三清静中各说了十二部道教经文典籍 写好后保存在一个常人找不到的地方 到适当的时候在下界传道 这个放书的地方称为洞 一共有三个洞 这三个洞分别称为真 玄 神 分别放着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的书 这三个天尊又分别被称为洞真教主 洞玄教主和洞神教主 他们所写的天书被放在三洞中 三洞变成了这些道书的代名词 三洞中的洞珍是指上清大洞真经系列的道教经文典籍 洞玄是指灵宝五篇真文系列的道教经文典籍 洞神是指三黄经系列的道教经文典籍 玄门散石文献卷 道教经文典籍的三洞分类方法的由来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18045933058 微信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玄门散石文献卷 道藏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藏的形成 唐朝是以道教为国教的王朝 唐朝诸地中 以唐玄宗最为崇道 当时的国力也最为强盛 因此在以南北朝确立的道书编辑目录的基础上 道藏的编撰工作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唐玄宗在刚登上皇位后 就勒令大清贯主史崇玄等修唐高宗时编定的一切道经音谊 这是唐玄宗开元年间转修道藏的基础 后唐玄宗创开元盛世 国力强盛 他组织道教学者和高道广泛搜集道书 编转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名为三栋穷刚的道藏 因编于开元年间 所以后人又叫开元道藏 该道书有多少卷 因以一诗无存 所以说法不一 一说三千七百四十四卷 一说五千卷 一说七千三百卷 这部道藏虽编成于开元年间 但到天保年间才照传写以广流布 后唐朝历经安史之乱 两经密藏多遭焚毁 到唐宗宗时收录一千余卷 唐代宗时又由申府先生海内搜寻 经诗善写又达七千卷 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廷又重建京藏 在唐朝宗时 这部经藏则只有三千卷了 道藏的版本 道藏就是储藏道书的地方或容器 这个地方或容器就是藏 在这里是指一整套很厚很厚的书籍 道教总是喜欢在其著作中 增添些许悬意和道义 因此就借用宝藏和内藏两个名词 来说明道书的悬意 道藏就是道中的珍宝 它像人体的内藏一样内气血 容精神 最早使用道藏一词的 是唐朝王玄和创作的道藏经绪碑 后来就被道教学者和道门中入 一直沿用至今 历代编撰的许多道书 也统统被称为道藏 道藏是道教典籍的总会 在南北朝时确立其目录体系 自唐玄宗起 历代都编撰了道藏 我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唐朝编修的道藏 是唐玄宗时的开源道藏 宋朝时 宋真宗时编修天宫道藏 宋徽宗时编修万寿道藏 宋孝宗时编修穷章道藏 金朝时编修玄都道藏 明朝时 明英宗时编修正统道藏 明神宗编修万历序道藏 清朝时编修道藏集药 当代曾编修藏外道书和中华道藏 悬门散石文献卷 道藏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石文献卷 道藏之外的道教文献类别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除了道藏等大型道教从书外 与道教相关的文献点集 还有很多 他们更多的弥补了道藏中没有的内容 主要有敦煌道经 古义道书 道教金石碑文 道教史资料 佛教相关资料 民间道书写本 国外道教典籍 道教目录学 及研究著作等 敦煌道经主要包括道家诸子书 道教经书 科仪 类书 论著 诗词 辩文等 如老子化胡经 无上密钥 大道通玄钥 古义道书 主要是通过考古发现的道教古籍 如从长沙马王堆汉木出土的 大批黄老道家哲学 和医药养生学著作 道教金石碑文也是通过考古发现的一些文物上的技术 如20世纪80年代 陈志超先生对民国道家金石略稿本增补教刊 编程道家金石略 收碑文1538篇 道教史资料是指历代编撰的各种史书、方志、类书、文集、野史、笔记、小说、戏曲等书中 保存有大量关于道教历史、人物、科仪、文献目录、公冠名山、神话传说等方面的资料 佛教相关资料是指在庞大的佛典中也有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文献 如几股经佛道论行、高僧传 民间道书写本是指民间秘传的各种道经抄本 内丹养生功法秘诀、劝善书等 有不少是道藏未收道书 国外道教典籍是指国外流传的道教典籍 道教目录学及研究著作是指各朝的目录学著作中 注录的当时存在的道书 玄门散石文献卷 道藏之外的道教文献类别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赵生彤道长、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18045933058 微信13945602522 录播导演、萧云道人 玄门散石文献卷 四图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四图 也就是伏羲四圈 是指伏羲先天图的四种图示 即伏羲八卦次序图 伏羲八卦方位图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所谓先天四图 即乾坤侃离的图示 这最初源自尘团道教一学 现在流传下来的尘团先天图 是先天太极图 又称天地自然之图 以阴阳环抱为形式 有太极含阴阳 阴阳含八卦之庙 借以阐述八卦方位说 和以阴阳的辩证思维来讲解如何修炼内丹 而少庸一学 则将这种思想继续向前推进 他认为先天图非人力有意编造出来 而是自然就有的 这类图示 虽然有卦无文 但天地万物之理却全部包含其中 所以少庸在师承尘团先天图后 把尘团所传心法推演宏大 创立起一套庞大完整的数学体系 用以概括宇宙间的一切 及他自己所总结的 先天之学 心法也 故图皆自终起 万化万事生于心也 悬门散诗文献卷 四图 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诗文献卷 合图 洛书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合图 洛书 指的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 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精华 中华文明的源头 人们赞誉其宇宙魔方 相传 上古福西事实 洛阳东北孟金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 背负河图 人们将其献给福西 福西 以此而演成八卦 后来成为周易来源 又相传 大宇时 洛阳西洛宁县落河中浮出神规 背陀落书 人们将其献给大宇 大宇以此治水成功 于是化天下为九州 并且以此定九章大法 治理社会 流传下来以后 被收入尚书中 明洪范 周易戏词上曰 合出图 落出书 圣人则之 指的就是这两件事 合图上 排列成树阵的黑点和白点 其实蕴藏着无穷的奥秘 落书上 纵 横 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 其合都等于15 非常奇妙 中外学者对此做了长期的探索研究 认为这是中国鲜明心灵思维的结晶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 最早记载这两幅图的周易和洪范两书 之所以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哲学 政治学 军事学 文理学 美学 文学等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河图落书 功不可没 悬门散实文献卷 河图 落书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撑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德经》背景 《道德真经》即老子武签文 所以又名《道德经》 唐朝皇帝尊崇道教 奉老子里尔为其元祖 所以又尊称为《道德真经》 在汉代时 儒家和道家是针锋相对的 儒家推崇孔子 而道家推崇老子 在《儒道的斗争》中 由于《道德经》中 却有一些神秘主义的思想内容 如其中反复产发的道 是虚无缥缈的精神性的实体 这种论述 就极易被神仙家演化为超自然 超社会的支配宇宙一切的 课体存在的力量 这就是神 又如其中所讲的 道士玄之右玄 众庙之门 深根故地 长生九世之道等 与神仙家的幻想及修养法 颇为接近 司马迁在《史记》中计数老子时 又说他有一百六十岁或二百岁 后悉出寒谷观 而不知所终 这都促成神仙家依附道家 而推崇老子 引用道家的理论 来作为自己修炼的理论根据 并加入宗教色彩的渲染 而自回其说 东汉初 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遵奉的是释迦牟尼 神仙家又受到这一外来宗教的刺激 便酝酿创立教派 已与如佛两家相对抗一 是神仙家早就推崇皇老 二是在当时社会声望方面 能与孔子和释迦牟尼相抗衡的 便只有老子 因此老子被进一步神话 且被道教尊为教主 道德经自然也就成了道教的圣典 道德经的著本 道德经严谨一身 自秦汉后被历代道家学者奉为根本经典 为之著解者甚多 仅现存道藏中的道德经著本 就有五十多种 这些著解故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化其宗旨 因此研究老子学的变化 可以了解道教一理发展演变的历史踪迹 现存最早的老学著作 是西汉末年言尊的道德真经旨规 本书以自然无为为宗旨 以修身正法与仁义道德相统一 用以经世治国 仰物生名 厌人均难面之术 老子道德经和尚公章 相传为西汉文帝时和尚公传授 实际上是东汉黄老学者贾托之作 率书产发以道至身治国之旨 而以至身养性为本 是东汉黄老学从经术政教之道 向神仙道教转化的象征 老子小尔柱 相传是东汉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林所传 本书是早期道教思想教义注解经文 反映道教神话老子 以宗教神学改造道德经的特点 魏晋玄学家注解道德经的代表作 有王毕的老子威止略历和老子柱 都是以玄学本体论哲学解经为其特色 表明道家哲学 从汉代黄老学宇宙论 禁制魏晋玄学本体论 影响极大 自南北朝至隋唐 道教哲学从玄学律办论 演变为众玄双浅论 当时出现的道德经 注本有数十种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唐代道士成玄英 老子道德经开题续绝一书 和李荣的道德真经注 宋元时代 老子学的新发展 是以内丹学说注经 如南宋白玉禅的道德宝章 以道教内丹学融会佛教禅宗思想 书中砸有不少炼丹药物和火候图像 肖云道人于公元2012年7月 通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易著出版 为道德经的德文韵律师体外国语注释版本 道德经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道德经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 而且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8世纪 法国著名学者 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迪德罗 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 就特别设有老君的条目 而著名启蒙思想家福尔泰 则援引老子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杰出命题 去反对基督神学 与此同时 道德经还引起了康德和莱布尼茨等 哲学大家的注意 并对其投以赞叹的眼光 甚至在黑格尔的心目中 中国古代只有一位哲学家 那就是老子 他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国哲学中说 老子的道乃是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基础 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思想家的尼采 也曾把道德经比作一个永不枯竭的警权 尽是宝藏 放下几筒 唾手可得 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 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穆空一切 试图推翻一切哲学结论 回到苏格拉底以前 去重建其哲学体系 在苦苦探索几十年之后 最后终于从老子那里找到了 那就是自然无为的道 著名美华艺学者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正道博士 说老子的道同现代物理学上的 侧不准定律很相似 老子所说万物复因而抱扬的伟大命题 也以为基本粒子与反粒子的发现所证明 这说明老子思想与现代科学 是有相通之处的 同时也说明他的思想中 包含有永恒的真理 悬门散实文献卷 道德经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18045933058 微信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老子小耳柱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老子小耳柱的全名是老君道德经小耳柱 两卷 其柱者说法不一 一说为张道陵 一说为张鲁或刘表 明代正统道藏中传授经界仪注决明确认为 小耳柱是张鲁脱名小耳而作 五斗米道以老子武签文为主要经典 信徒们都要送席 老子小耳柱便是当时五斗米道记久宣讲 老子武签文的注决本 老子小耳柱用增字 删字 改字的方法 对老子的原文进行一些有意修改 以树立自己的意思 另外 通过注释 将哲学著作改造成真正的道教经典 将老子中作为哲学范畴的道人格化 神格化 其主要内容有 推尊太上老君和皇帝为崇高之神 信行真道 认为道是专一 真诚 清静自然 好生乐善的 只要人们谨守道界 就可以延年增寿 除灾得福 认为善保经器就可以实现先寿 做道无私欲 无为无名 不贪荣求宠 不争强好胜 不为恶事等 认为行道 不只是道士的事 帝王也应行之 用以教化天下 实现太平之志 悬门散石文献卷 老子小耳柱 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南华真经的结构 南华真经的原名是庄子 关于他的片幕 有27篇 52篇 30篇等各种说法 现在人们看到的是西晋郭相的33篇本 是郭相在52篇的基础上 吸收各家 尤其是向秀庄子学成果之后 删定的经过郭相删定后 南华真经 无论从篇章还是字句方面 都更为精纯 由于他吸收和借鉴了当时各家支柱 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自己颇富改造性的独特诠释 所以为历代所推崇 逐渐成为定本 流传至今 郭相删定的南华真经 分为内 外 杂篇三个部分 其中内篇七个 包括逍遥游其误论 养生主 人间适得冲服 大宗师 应帝王 外篇十五个 包括 鞭毁 马蹄 屈切在右 天地 天遭天运 刻意 善性 秋水 智乐 达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杂篇十一个 包括耕桑楚 徐无鬼 泽阳 外物 欲言 让王 道直 说见 于府 列欲寇 天下 南华真经 对道教的影响 南华真经集庄子 唐玄宗时 追尊庄子庄周 为南华真人 所以庄子 也被尊为南华真经 魏晋之前 大多是皇 老病提 魏晋时期 玄学兴起 开始老庄病提 两进之时 庄子之学 大量地为道教所吸纳 而深化其教义 最有名的是 东晋道教理论家 葛洪所著的 豹普子 在一定程度上 受庄子所启示 晋以后 庄子日益为道教所迅事和利用 如唐代的程玄英 孙思淼 李寒光 宋代的陈景元 楚秀 都曾注视过南华真经 这些著本 现存于明代正统道藏中 庄子思想对道教的主要影响 是他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学说 并把道说得更加神秘 这种神秘的本体论思 想证是道教的宗教属性所在 庄子中 有浓厚的宿命论因素 承认人的命运是受一种超自然 超社会力量的支配 这正是道教所需要的理论 庄子中描写了许多神仙和仙境的内容 这正为道教中的神仙信仰提供了依据 庄子书中还鼓吹道工道术 宣扬养行 以长生久世的理论 这正是道教教义中的先尊贵生理论 庄子中还宣扬避世气俗 对人生持消极态度 也为道教所认同 另外 心斋和作望等理论 为道教的内担修炼所吸收 南华真经对文学的影响 南华真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不仅作为一种哲学思想 影响了中国极致世界几千年 而且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创作 庄子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写作风格 对后世的作家以极大的影响 使中国文学的这种风格从古保持至今 远远流长 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其生命的活力 其具体影响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 丰富的想象 大胆的夸张形成的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通过预言和比喻来说理 增添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 正如公目所言 立意意想天开 形象千姿百态 感情丰富深沉 诗意浓郁跌宕 语言齐气逼人 描写简洁生动 心理刻画细致入微 其次 南华真经极高的语言造诣对后世影响深远 语会丰富 文词复利 用语兴奇 声调和谐 善用比喻 夸张 排比等修辞手法 感情充沛 富有抒情意味和诗性 司马迁的《论六家要指》 读对道家做了充分的肯定 而对如、莫、明、法、阴阳武家做了批判 悬门散诗文献卷 南华真经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诗文献卷 周易参同契 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丹京之王 东汉晚期 奉侍黄老道的方式发生分化 一部分走向民间 与民间宗教相结合 开创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一部分活动于试唤豪门 从事养生理论 方术的实验和探索 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魏博扬及其著作 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一书约六千余字 分上 中 下三篇 及周易参同契顶契歌一首 基本是用四字或五字一句的运文 及少数长短步骑的散文体 和黎骚体写成的 周易参同契借用钱 坤 砍 黎 水 火 龙 虎 铅 龚等法相 把神仙家的炼丹术 与一里挂摇 黄老思想三者互相参合 融为一体 产明炼丹修仙之术 是对秦汉以来 神仙家长生九世之道 和各种炼养方术的系统总结 包含了外丹 内丹 房中 气法朱说 周易参同契 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 世界现存最早的炼丹著作 在这之前的几部外丹著作 都没有像它这样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周易参同契 也是第一部系统 而全面地论述道教丹法的著作 被后世道教奉为丹精之王 以周易参同契 为主要经典的金丹道 自东汉以后便绵绵相传 成为后世道教的金丹派 周易参同契丹道 与异学的结合 周易参同契是一部假借周易遥相论述作丹之一 研究养性延年 强挤一身的经书 该书表达方式比较奇特 采用符号作为表意手段 如坎梨、乾坤、日月、阴阳、五行、千拱、父母、夫妻、男女 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名词术语等 都与其本意毫无关系 只是一些表意的符号 书中以烧炼外单者使用的炉顶象征人身 以炉顶中变化的药物象征人体内的能量流 表示药物的符号则有砍、梨、水、火、千、拱、兔、乌、金蛤麻、玉老鸭等 符号虽易,其易无疏 由于采取象征或介玉的方法 因此文艺隐晦难通 一生误解 周易参同契认为修丹与天地造化同图 所以用一项说明人身配合天地变化修炼金丹的过程 引入一项 节后和黄老学说 论述承担原理和火候进退 书中以十二屁卦代表一年十二月或一日十二时 说明炼丹火候的阴阳变化 用乾坤二卦描述体内阴阳二气的存在和周形变化的时空范围 又以坎黎二卦代表修炼所用的精、气、神 再用除乾坤坎黎之外的六十卦、十二消息卦 那甲六卦来描述体内真气运行的精微变化 还运用黄等作为参同器的单法理论基础 悬门散时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时文献卷 列仙传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列仙传主要内容 列仙传是中国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神仙人物传记著作 就提西汉流向所传 被后人断为伪作 时当为东汉人所作 本书记载了从神农时的与师赤松子 到西汉成帝时的仙人悬俗的七十一位仙家世纪 时代跨度较大 传记体力仿列女传 首为众仙传记 记后各有四言赞与 天莫总赞 列仙传一开始出现并非道书 有人认为是智怪小说 也有人看作杂史杂传 但他后来被收入道葬138册 成为道书 道教追求得道成仙 通过热烈迷狂的想象 构筑了一个较完整的神仙谱系 而列仙传中出现的众神仙 成了这个神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仙传认为修道成仙是不论身份高低的 经过一定的修炼或有了某种机遇 人人都可脱胎换骨 超凡飞生 所以传说中出现的众多神仙 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身份 有中原部落联盟首领皇帝 道教教主老子 太子王子乔 王公摄人秦高 长至淘气的官员宁丰子 大夫彭祖 采药者安妻生 卖药者霞丘仲 道士继丘君 卖诸者诸仲 孤酒妇女丸 乞丐殷生等 显然 无论贵贱 从帝王至乞丐 都有得到成仙的可能 这无意对鼓励众多民众求仙问道 起了推动作用 列仙传中的成仙方法 列仙传提到了一些修道成仙的方法 后出道经提到的成仙术 多以此为蓝本 或具体化 或取其重点 归纳起来 有以下四种 一是福食养生 多为食用神果鲜花 精丹妙药和神拳 如八人赤斧 能练单杀和消食 福后感觉到身体轻盈 且全身毛发都变成红色 其木工时的赤须子 本是管理鱼的小利 好食松食 使牙齿和头发再生 二是福气养气 因神仙以气为行之本 故福气时修养药法 福气就是土耐之法 传说彭祖就善于土耐之术 活了八百岁 三是行善积德 如沐宇的母亲常帮人接生 后来就成为仙人 四是得人点画或一人相助 如女婉本是世纪上一个卖酒的妇人 后来遇到一位仙人在其家饮酒 传遗仙术 后女婉也成为仙人 《猎仙传》中所叙述的成仙方法 大体概括了道教宣扬的得到生仙的途径 后来成为道书之一 也就理所应当了 悬门散石文献卷 《猎仙传》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石文献卷 《长清静经》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长清静经》的全名是太上老君说长清静庙经 是道教徒日常持诵的功课之一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廷曾注解此经 宣称此经是三国诗歌玄寿之于东华帝君 但从文字内容来看 当是出于唐代 此经经文短小 不足四百字 观其要旨 是承袭随唐玄学之于序 发挥老子清静无为思想 以指导心性修养 众生烦恼忧虑 而不得真道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心不清静 而声望求外物之心 因此修道之要在于诚心浅欲 去掉妄心 这样才能恢复清静真心 所谓修心浅欲 就是以观想的方法 了物世间万物及众生身心 皆空幻不真 即浅有 否定有形之物的真实性 更进一步 不仅有形之物为空幻 而且这种空幻的感觉 也是不真实的 应在观想中浅除 才能使心念不生 体和于道 常清常静 只有达到身心 常清常静的人 才可得人真道 但是所谓得道 只是一种方便的说法 只去除一切千类 而达到彻底了物的精神境界 并非真有一个道可以求得 因此所谓的修心得道 只能是得无所得 以无得为得 悬门散实文献卷 长清静经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上清经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上清经对道教的影响 上清经被视为道家三旗第一之旗 历代流传不绝 宣称如果得到上清经 根本不需要再炼丹修道 只需读上一万遍 便可以成仙 上清经的全称是 上清大动真经39章 又称大动真经 三天龙书 九天太真道经 39章经 为上清派守经 相传在静哀帝时 由南岳夫人响比 杨夕用历书写出 原本只有一卷 后时又多加增付 今为六卷 上清经是黄庭经的发展 重存神 强调存氧气及银勇保障 是道教内视内观之术 以经思凝想守护自身之神 这是上清派典型的修炼方法 所以他既有道教健身延年的养生之道 可谓是养生之书 包含着朴素的模糊的养生科学知识 但同时他又充满着神秘的宗教色彩 如其中所涉及的诸神名称 所述存私过程的精神 念咒 佩服等 上清经所推崇的养生术 对我们今天健身治病的气功术 仍有借鉴作用 他所称到的存私方法 也对我们传统的民族思维 具有潜在的影响 另外 因为它是毛山上清经法系的手经 对研究魏晋南北朝宗教史 及思想史 均有一定的价值 上清经中的存私之法 上清经第一卷为诵经欲诀 讲述修炼者 在敬斋室入定颂勇大洞真经39章之前的整套存私礼仪 该经的卷2至卷6的39章经详细地介绍修炼者存私的具体过程 每章分别记载神的名字和所镇守的人身部位及其功能 修炼者在没诵具体章经时 先谨请某种神 在真思该神降生的不同颜色的真气 为神云照在修炼者的头上 接着刺思此神云从尼丸中人 来口及神云 吞金若干刺 则真气结成束神 在人体内运行 通过具体的观翘 达到神所镇守的部位 然后修炼者永送上清经默念咒著 想象自己正佩戴着诸神的消磨玉符 存忽神的名字 请其发挥护卫功能 这便是每章经存私的大致过程 在39章之后 还有结晶怀风混合第一秘诀 指出修炼者在送永39章经之后 便应闭目存私这众神白气 混沌一团如白云 从云须中来入口中 两酒 从玉京 两脚底 两手心中出去了 两酒 气呼又变成紫云 从口人头并入五脏之内 充满腹内 过了较长时间 紫云从两脚底 两手心 玉京中透出 过一会儿 存见紫云之气 充满左右极仪式之内 又想象口中出风气吹紫云之烟 互相混合缠绕 忽然结一位称作大动第一尊君的神仙 尊君嘴的左边有日光 嘴的右边有月光 嘴里吐着怀风之气 吹着日月之光 都变成白色和紫色之气 上光气下下渗入修炼者五脏六腑白结之内 一身之内 洞彻朗然 内外如白日那样明亮 过了较久 忽然忘身 诸事完毕 神气已定 觉得身体轻巧 神清气爽 接着扣齿三十九遍 两手试面 再念颂咒 心拜四方 乃起 至此 三十九章存思的整个过程 始告结束 悬门散十文献卷上清经简介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十文献卷 黄庭经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黄庭经主旨 黄庭经是道教上清经路派的主要经典 现传有三种 即上清黄庭内景经 上清黄庭外景经和上清黄庭中景经 其中上清黄庭中景经来后人之作 通常不包括在黄庭经内 黄庭中的黄是指中央之色 庭是指四方之中 黄庭遇指到家内修功夫的中空现象 是传黄庭外景经 早于黄庭内景经出现 黄庭外景经托于太上老君所说 为天使道传承的教本 黄庭内景经托称太上大道君所说 相传被西进出 为夫人所得 实为上清派传承的教本 黄庭内景经又名太上秦新闻 大地经书 东华玉篇 一卷 用七言运文写成 共36章 每章以聚首二字作为标题 正文记416句 2912字 黄庭外景经分上中下三部 共98句 686字 也是以七言运文写成 外景经的内容 与内景经密切相关 大体一致 续写修炼存思法的要诀 语言简明平译 黄庭经的医学思想 黄庭经中的医学思想 则继承了以往的道教医学 用道教语言详细讲述人的生理状况 也可以说把医学理论贯穿于道教的内担修炼中 首先 他深入剖析人体五脏六腑 认为人体五脏六腑及其他各部位皆有主管神 并将身体分为上中 下三部 认为每部有八神 共二十四神 其次 他重视脑及魂魄 神 心 皮的功能 认为上黄庭公为脑 中黄庭公为心 下黄庭公为皮 上丹田为脑 中丹田为心 下丹田为气海 经门 借阴阳生降之机 化生灵质 日积月累 方可食脑髓渐冲 回复原状 再次 他创立了以黄庭三宫为中心的养生观 强调要长生久世 须存神存思内世 呼吸止于丹田 积精累气于方寸 创立了以黄庭三宫为中心的养生法门 是道教思想与古医学结合的修真书 也为现代养生学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另外 他又吸收和尚功老子张具 及太平经中五脏神的观念 发展为三部八井二十四神之说 认为人体各部位都有神灵居住 人们若能存思三部八井二十四神 则三田五脏的真气调和 不会有疾病 甚至能成云生仙 白鹅患黄庭 李白在宋贺宾克归月中写道 静朝流水样轻波 狂克归周一星多 山音道士如相见 应写黄庭换白鹅 这是诗人为他的好友贺之章 还乡时写的一首诵别诗 诗的后两句 用了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 山音的一名道士 希望王羲之能为他抄写一部《黄庭经》 但又不敢贸然提出 他获悉王羲之爱鹅 精心饲养了一群白鹅 后赠于羲之 并提出血经的要求 王羲之欣然答应了他 公公整整的为他抄写了《黄庭经》 所以这部经帖又被称为《幻额帖》 王羲之所书《黄庭经》 《小凯》《一百行》 原本为黄素卷本 在宋代曾摩刻时上 有踏本流传 此帖奇法极言 奇奇异异 有秀美开朗之意态 王羲之以后 唐代书法家储岁良 宋代书法家米符 《黄庭经》等 都写过这部经 悬门散诗文献卷 《黄庭经》简介这一章的内容 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诗文献卷 真告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真告约成书于南朝的奇梁之石 是一部专门技术道教上清派早期历史和教义 方术的重要著作 原书十卷 现存道藏中的分为二十卷 早在东静末 江苏丹阳俱荣道士杨夕 许密 许祥 旧贾托魏夫人等先真下将 造作上清清诀 南朝初 这些经书在江东广为流传 难免在传钞过程中 有所散诗和谬误 南朝宋旗时的道士顾欢 曾搜集整理杨夕等人的旧记 编成真记经 但是顾欢之书仍有不少漏诗和谬误 南朝奇梁时的著名道士 桃红井祖师 又以顾欢的真记经为底本 参考自己搜访所得的上清派经诀 及有关建文 重新增删改写 注解全次 编成真告一书 真告分为七篇 天幕仿庄子那篇 都以三字为题 前五篇分别为运题像 真命寿 邪昌七 机神书 产优威 皆贾托杨夕等三军在世时真人所告 讲述魏夫人等先真下将 会见三军 劝导他们修道行学 解说方术要诀 告知仙山洞府之奇妙及仙真谓业 鬼神功府之之私士族等 第六篇的沃真府 主要是三军在世时的笔记编条 和来往书信 第七篇的一真简 盖树全书的篇目要纸和编撰体力 并详细记载了 东晋和南朝市上清京出世之园 及传播流布的情况 以及杨夕与二许之家事生平 悬门散实文献卷 真告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养信严命录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养信严命录为南朝梁 道是桃红井祖师所著 共两卷六篇 上卷为教戒 实戒和杂戒 其壤三篇 下卷为福气疗病 导饮按摩和育女损益三篇 桃红井祖师通过自己养生的心得体会 在前人的基础上 对养生学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在静养方面 本书强调义气 饱经 射充 是养生大法 指出养生一顺天时 是地理 和阴阳 取其中和 无太过 物不及 在动养方面 本书指出气功 导饮 福气 吞经诸法 都有利于健康 并有具体的方法介绍 在食养方面 书中提出百病横腰多有饮食 保食及卧生百病的观点 因此 在十戒篇中 要求人们食不应过饱 饮不应过多 不要夜食 该书还指出 饥饿之后进食 食必多 大可之后饮水 饮必过 因此 应当在出现饥渴感觉之前 先食先饮 才会使身体受益 悬门散诗文献卷 养性也命录 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诗文献卷 作望论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作望论 是唐代茅山派宗师司马成真所著 集中讲了作望收心 主境区域的道教修炼理论和方法 是司马成真神仙道教理论的代表作之一 全书分七部分 集修道的七个步骤 就是所谓的修道七阶 一是尽信 信是道之根 尽为德之地 根身则道可长 地固则得可冒 所以修道的首要功夫是尽信 二是断缘 就是要断有为俗事之缘 要求气势 无为 心安 救缘间断 心缘末节 这样才能心迷尽道 至圣至神 三是收心 心是一身之主 百神之帅 静则生慧 动则成婚 所以学道之初 要须安坐 收心离境 助无所有 只有这样 才能不助遗物 自入虚无 心语道合 在作望收心的修炼过程中 应避免四种偏差 即心起皆灭 入于盲定 人心所起 不加收智 不止守根 心无止归 于言甚善 于行即非 只有不断克服这些偏向 真正收束身心 才能进入下一步修炼阶段 四是简式 修道者应处事安闲 应物而不为物类 这是对作望收心的进一步保证 五是真观 即要善于洞察事物 不为外物所迷 不为臣事所累 其关键是无欲 不生得失之心 做到有事无事 心常安泰 与物同求 而不同贪 与物同德 而不同击 不贪 故无忧 不击 故无失 既美同仁 心常异俗 六是太定 是在思域俗念完全消禁之后 所达到的境界 司马成真称 达到这个地步为出俗之极地 至道之出击 这样 得道不远了 七是得道 得道的标志 是行神统一修成 长生不老的真身 悬门散实文献卷 作望论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阴符经》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阴符经》主旨 《阴符经》的全称是皇帝《阴符经》 《阴就是暗》的意思 《阴符》就是《阴符》的意思 《阴符》就是天机暗和于形式之机 人士必须暗和天机 不为自然之道 就提皇帝传 道教传说由黎山老母传语唐代李全 一说为李全托皇帝之名而作 也有人说其为战国末期作品 书中主要谈道家修养 并设计丹术 也有部分是纵横家 兵家思想 《阴符经》本无章节 但通常传本将其分为神仙报一眼道章 富国安人眼法章 强兵战胜眼数章三章 神仙报一眼道章主要讲天道阴阳之理 让人卧其机遗 修身练形已成圣人 强调按自然规律处理人事 富国安人眼法章主要说明天地 万物与人之间存在相道的关系 只有三道相宜 天地人才能相安 强兵战胜眼数章 从用兵之道说起 阐述学道 修炼者需借目收心 无邪妄动 顺应天道 随时应物 天人合一 阴福经辩证思想 阴福经的忠义心思 想是强调天人合一 人之行为必须体天合道 不为自然之道 其言简易改 所以为历代如是所重视 流传极广 道教学者 常以此经与老庄之书并列 奉为基本经典 阴福经 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它比较充分地说明 天道的客观性 指出天道按自身的规律发展 人的意志无法改变它 同时 它认识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性 鼓励人们努力去掌握 驾驭自然规律 此外 它又以较大篇幅 论述相生相克的道理 强调只有相克才能相生 这些思想 不仅在道教史上 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 都有相当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 此书对后世道教有很大的影响 大约在唐宋以后 通常到教内 外丹家 皆将他和老子一起看作炼丹之祖经 用他的思想指导丹术修炼 另外 其蕴含的深奥哲理 也受到社会哲学思想家的关注 儒家 佛家 兵家 纵横家 一家等 都从自家的学术思想 极力以出发来解释和运用它 而阴符经也给予他们一定的影响 悬门散实文献卷 《音符经》简介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诸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太上感应篇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太上感应篇 简称感应篇 仅约1200余字 已开头的霍福无门 为人自照 善恶之报 如影随行十六字为纲 接着续说如若想长生多福 必须行善积德 并列举了二十多条善行 一百多条恶行 作为屈善必恶的准绳 要求人们不履协境 不欺暗示 积德累功 此心语物 忠孝有替 正己化人 声称 欲求天仙者 当立一千三百善 欲求地仙者 当立三百善 其中还讲到 人体中有名为三师的四过之神 时刻都在记录人的恶行 美于更生日上白天槽 下颂地府 告人罪状 数人过恶 由此而定夺人的受邀祸福 他特别强调力善多端 莫献忠孝 成仙正道的根基就在于此 他将道教的方术和戒律 贯穿于道德修养之中 由神来对人做道德上的善恶评判 使人从一念起处下功夫 最后以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积善天必降福 行恶天必降祸作节 全篇主要宣扬天人相感 因果报应思想 既有儒家伦理规范 又有是 道德宗教信条 容儒 是 道三家思想于一卢 感应篇问世以后 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欢迎 不少皇帝都大力推动他的流布 南宋皇帝出资官客 银成祖皇后 徐氏还访他做了人孝皇后劝善书 为之推波助澜 清顺之皇帝 还预制劝善要延续 以示提倡 在封建帝王的推动下 明清时期 民间富有之家 都纷纷捐资堪责 免费散发 从而使此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影响十分广泛 以至边远地区 乃至日本 皆有此书的流布 悬门散尸文献卷 太上感应篇 简介 这一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焦云道人 悬门散尸文献卷 领保领教季度经书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道教的经书 在篇幅上差别极大 短小的经书只有数百字 甚至还不到一百字 如太上大通经 高尚玉皇太西经等 通常这种短小的经书 多为道士们没诵时的修炼法诀 而大部头的经书 则多达数十卷 甚至上百卷 这类道书 多为道教法术 各一类的著作 或者是道教类书 读书 如道法会员 无上黄禄大斋仪 无上密钥 云集七千等 现存卷幅最大的一部道书 是道藏洞悬部所收录的 领保领教季度经书 本书为南宋领保派 道士宁全真传授 由宋莫原处的林林真 编撰而成 原书本来只有十二卷 后经元民间的道士们 增补而成巨篇 多达三百二十卷 此书分为二十品 极路涉斋剑教 其壤炼度 所用各种科仪 包括力坛法度 呆一成事 仪轨及表彰格式 叠赞颂词等 并附有多种福禄图像 所列科仪斋法虽极繁多 然其论斋教之要 仍以内斂存私 为科以伏法之本 强调法师虚先内斂 自权其扬 方能为人 炼度亡魂阴鬼 使其超生脱离幽明 这也是宋元石 诸福禄道派的公论 悬门散诗文献卷 领保领教 季度经书 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昆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焦云道人 悬门散诗文献卷 本季经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本季经的全名是 太玄真义本季经 相传是隋朝道士刘靖系所造 后经李仲卿续编成识卷 是隋唐道教的重要论著 本季经的经文假托 原始天尊与法解真人 妙行真人 天皇真人 正义真人等先真相互问答 宣讲道教义礼及教法 每说一段经文之后 附结语一首 其内容很广泛 涉及因果溯源 功德行业 歌异戒律 糾行皆次 炼养方法等各方面 二归本于开演本季真义 只是众玄体道之法 本书认为 大道超乎有无 自然空计 无根无本 无祖无踪 提出修仙体道 应先破心想幻象 既不至于有 也不至于无 有无坚妄 以至于妄亦妄 就是坚妄众玄之道 此坚妄众玄之道 极为修仙体道的最高境界 总之 本季经所讨论的大道 与万物众生的真义 对隋唐道教众玄哲学 影响极大 悬门散实文献卷 本季经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焦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太平经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太平经的产生 西汉成帝时 其人 甘可终造包园太平经十二卷 把神仙说与儒家称为说相结合 幻想天下太平 永固汉士统治 但最后因与社朝政而被诛 包园太平经流入民间 东汉顺帝时 山东狼牙人傅重来到京师洛阳 向朝廷献上布神书 据说是其诗余集 在曲阳泉水上所得 号太平清领书 由于其内容是一部反映 汉代巫师术士思想的著作 被朝廷视为妖望不惊的书 雪藏不用 环帝时 平原人湘凯 再次到京师进献此书 仍未被重视 直到临帝时 才得到统治者承认 一开始在民间传播 这部神书 就是早期道教奉持的重要经典太平经 太平经的内容 太平经及太平清领书 分为自假至鬼十部 每部十七卷 共一百七十卷 其主要内容是 继承老子之道 和传统的天神信仰 构筑了早期道教天人合一的神学思想缝隙 提出了神仙小死 身精神 求长生等观念 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 以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学说为治国方针 大力提倡帝王统治术和封建道德观念 以实现封建的太平世道为理想目标 关于教徒的修养方法 提出首义之道 并提出壁谷 食器 服药 养性 反神 防中 针灸 占卜堪余 禁忌等方术 重视符咒 宣扬符符能驱邪求福 致病长生 要求信徒坚持斋戒 守过 其壤 叩拜 及诵经等活动 提出善恶报应观念的成父说 正告世人 行善积德 信修正道 可断除成父而得度成仙 太平经在东汉陵地时得道广泛传播 据路人张角得道太平经后 成立太平道 后来他利用太平道组织发动了黄金大起义 最后失败 太平经可能流入民间 南北朝时 太平经再度传于世 在道教中保存下来 并且道士开始讲习此书 这部完整的书一直流传到宋元时代 金纸存残本 悬门散实文献卷 太平经简介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物贞篇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物贞篇 为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所著 主要是用诗词演说道教内丹的法术 有七言四韵十六首 七言绝句六十四首 五言四韵一首 西江月十二首 又西江月一首 七绝五首 这些作品被编为上中下三卷 外篇有物贞信宗直指 金丹四百字并续 语清金四清华密文金宝内炼丹诀 物贞信宗直指 是信宫的重要内容 安排在外篇之首 是为了让他和命宫 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余两篇 作为对上中下三卷的补充 所以收在同一卷中 物贞篇十一 又称物贞外篇 由读周易参同契 赠白龙洞流道人 日乔歌 后续原文等四篇组成 上卷及七言四韵十六首是总论 指名修炼的关键 在于阴阳得泪和调停火候 技巧在于坎丽颠倒 最高境界是玄珠丞相 反本归原 最终目的是受勇天地 中卷及绝句六十四首 主要讲述丹经的理论来源 又物 炳炉 火候 周天性命双修 天命后幸 下卷所收十九首诗词 基本上以西江乐词牌为主 是对前面内容的归纳总结 外篇运文有三十二首 主要是以歌 尤其是用诵这种文学样式 来阐明性命双修的道理 物贞外篇中的读周易参同契 主要讲述乾坤 阴阳 五行与八卦之间的关系 悬门散实文献卷 物贞篇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昆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焦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生玄经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生玄经的全称是 太上洞玄灵宝生玄内教经 是南北朝道教重要典籍 经文假托太上道君与善圣大士 天师张道陵及先人窦子明等人相互问答 演说道教礼法及生玄内教旨意 每说一段经之后 附路结文一首 其内容颇为广泛 涉及人道奉戒 传经受器 讲习经法 基伏行善 仰哉解过 求仙长生等各方面 而终归于体道生玄为第一要义 所谓体道生玄 其要觉在辨析真道 认识道体真性超乎有无 不依不依 世间万法皆为伪患 无意真实 从而守道念真 安心安神 不畏世间邪为所动 生玄经对隋唐道教影响甚大 隋朝道士刘尽喜所造本纪经 就是以此书为本 道藏太平部中的太上领保生玄内教经中 和品述一书一卷 是隋唐众玄派道士对生玄经第七卷中和品的著书 著文大致以众玄派哲理书解生玄经 调分履息发明双浅有无弃编曲中 不至于善恶之意脱具理去 悬门散实文献卷 生玄经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童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18045933058 微信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牺牲经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童道长 《牺牲经》成书于魏晋时期 贾托老子为吟习所说 该书主要阐述老子清净寡欲 守神养性 注视全生的思想 此书认为万物皆因机器而生 人之行神也为天地之器交感而成 行神相合为生成之本 因此守器存神可以长生不老 有之使人私劳神体 行动使人散气堕体 这样就会使人行神离异而失主 所以欲求长生者应修养行神 清心寡欲 守本还原 不受生色之诱惑 而使六根摇动 恢复原初未化之形态 以保永存 以营补虚世物性的自然之理 所以修道者也应虚其身心 尚朴素 损思虑 归同盟 赛邪志 以长生久世为先 以轻虚静态为重 既不追求世俗物欲满足 也不强求无欲 为念律所牵累 而要因自然而得道 《西生经》的思想 对隋唐众玄学派有一定的影响 北周道士为处玄 唐代道士李荣 北宋道士陈景元等 皆为此经做过注解 现存道藏洞动神部本文类 由宋徽宗玉著本《西生经》三卷 其注文对前人注解多有吸收 主要是发挥至虚手柔 反本还原的要旨 悬门散实文献卷 《西生经》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童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新印妙经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童道长 道教的修炼 分为在人体和不在人体上两类 儒外丹就是不在人体上的 而新印妙经讲的是人体上的修炼 是黄老学派的正宗 新印妙经上说修炼的人 要把先天的精 气 神荡作药 然后要先静下来 集中精神 一心想主宰 默念着玉皇大帝 幻想着你脚下踩着天的光芒 你呼近的是一股股的清新之气 而将混浊的气息随着你的呼吸而吐出 让气息随着你的呼吸进入到你的身体中的每个角落 从此你进入一种无生无死的状态 稳定这种感觉令它成为一种习惯 久而久之自然绵绵不绝 根深蒂固 精气神三品合一 只要你得到了 就是永远的得到 精神能够穿墙透壁 也能够飞行 入水而不腻 入火而不焚 神一负形体而生 精一靠气而充盈 不雕不残 像松柏一样长青 人的身体里边有着各种精气 而每种精气都和你的精神暗暗相合 只有你的精神与精气完美的相合 才能够感觉到天地之间的真形 如果没有感觉 那么就是虚妄的 仙体必有内丹 得出了内丹 才是真正的灵体 没得到的话 那就已经走入了歪道之中 内丹在你的身体丹田之处 是在一种气的圆状漩涡 不断地旋转 从修道练功开始 直到得道飞升 这全部过程要十二年 若在这十二年中 真正掌握了全过程及修炼的精髓 便可叫作物 悬门散实文献卷 新印妙经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18045933058 微信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性命归指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性命归指 相传为明代引真人数 其弟子所录 全书分为原 亨 历 真四集 美集前有目录 原集包括图 说或图说 共34题 亨集为涵阳本源图 第一节口诀 涵阳本源救护命宝 内附退藏沐浴 浴液练形二法 第二节口诀 安神祖窍西剧先天 第三节口诀 折藏皮靴重庙归根 立集为采药归湖图 第四节口诀 天人和发采药归湖 第五节口诀 乾坤交购去矿流金 第六节口诀 灵丹入顶长养圣胎 真集为婴儿献行图 第七节口诀 婴儿献出离苦海 第八节口诀 疑神内院端拱鞭明心 第九节口诀 本体虚空超出三界 全书慧荣道 佛 如各家之说 认为心性为人之本体 人生虚幻 三教皆主张明心见性 劝人性命双修 修炼金丹 并言只有金丹意图 乃修行之正路 因此 他总结了各种 有关内丹原理及方法 阐述了各种 内丹功法的术语 和基本思想 并且详细讲述了 内丹法筑基炼己 炼金化 气炼爆化神 炼神还须 炼须台道的整个过程 功法共分九段 图文并茂 富有口诀 此书竭力要把 内丹功法通俗化 使通常人都能接受 悬门散实文献卷 性命归指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 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录播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云集7000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云集7000是道教类书 由北宋真宗时的近市张军房总编 张军房在任著作左廊时 奉命主持教证密格道书 及苏州 越州 台州旧存道藏 先编成大宋天宫宝藏 4565卷 后又搓其金药万余条 集成云集7122卷 道教称书集为云集 分为三动 动真 动玄 动神 和四府太玄 太平 太清 正一 总称七部 所以取书名为云集7000 其内容包括经教宗旨 先真卫集 服饰炼器 内丹 外丹 方药 浮屠 手更深 师姐诸术及赞颂诗歌 神仙传记等 大都摘录原文 分类汇集 不加论说 它不仅包括了 北宋以前道藏的主要内容 而且保存了部分意识道书的篇章 为研究道教的重要资料 收入正统道藏和道藏集要 但两者卷刺和文字略译 此书对道教的教理教义 本史原流 经法传授等座提纲窃领之阐述 是不概论性的道教著作 书内还收录了汉卫六朝治北宋出的大量道书 叙述上清经传授系统和上清派修真方法尤为详细 可以帮助读者把握前期道教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史实 悬门散实文献卷 云集7000简介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肖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录播导演 肖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道书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肖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唐宋时代 道教练养著作大量涌现 尤其是晚唐以后内单数见词兴盛 这就需要一部大型工具书反映已有的成果 及其精华 提其纲要 道书及应运产生 道书是一部广级道教修炼方术精药之类书 南宋增造编撰 多选用唐宋新作 由能体现道教哲学和修炼方法的新进展 为研究道教炼养 特别是唐宋内单数的重要点集 此书专论炼养 内容包括内单 外单 存私 手衣 福气 导饮 烟纳 存神 炼精 内观 胎息 房中 摄养等 而以内单为主 论内单 则祖述中吕 其中摘录的书籍 可考者有百余种 而称隐中吕金丹道著作最多 并且以中吕金丹派 西山群先会真论 中吕传道集 和领宝必法三部要点作节 自传部分也主要依据中吕丹道 认为二十四节气乃升降之期 其余内单之运 用为水火两端 人身自有三昧之火 即军火 尘火 明火 分别在心 肾 膀 膀 水在人体内 则脑为随海 心为血海 丹田为气海 脾胃为水谷之海 百海为百川 插翅阴丹 防中树 未以死求生 如连在淤泥 由不免于朽烂 悬门散石文献卷 道书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肖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灵宝必法 全名为秘传正阳真人灵宝必法 相传为正阳真人钟离全 在中南山石壁获得灵宝经三十卷 后参悟其中真谛而成此书 灵宝必法 主要讲述的是内丹修炼 体系颇为完整 分为上 中 下卷 收入正统道藏太清步 上卷名为小城安乐延年法 分为四门 即第一篇至第四篇 此为内丹功法之初级阶段 即通常所说的筑基之法 练此可以延年益寿 体配阴阳第一论述人 身为一小天地 十五脏之气血循环合同天地 天人合一 自可延年 七情六欲好用原阳 走失真气 应采用体配阴阳 七叶相生之法 以呼吸聚 气 生液还原 除病延年 聚散水火第二认为 阴阳不合导致疾病 劝人采用聚散水火之法 日入之时聚元气 即聚火 早晨燕金磨面 手足地户伸缩 即散火 交购龙虎第三 指明肾水与火交合 即是龙虎交购 可承真胎大药 明曰财补还丹 劝人神识内完备 鼻息少入尺出 今满烟纳 炼烧丹药第四 指出神识内守 鼻息绵绵 以肚腹威胁其肾 明日乐阳观 使叶在命府黄亭之中 烧炼金丹大药 中卷为忠诚长生不死之法 分为三门 即第五篇至第七篇 讲述道家小周天 即大周天之秘 炼此可以长生 肘后非经经第五 数日月周天 指出肾气交干气 卧顾正坐 真路自尾驴关过家几关 捕人泥完随海 明曰肘后非经经 玉叶环丹第六 论述玉叶将环丹田 策炼行至 三百日数足之后 当行经经入脑 和入烟丹田二法 今夜环丹第七 指出肾和和新路 薰征于肺 肺气行周天入下丹田 乃曰今夜环丹 下卷为大成超凡人圣法 分为三门 即第八天至第十天 讲经述出阳神之道 炼此可以超凡人圣而成仙 朝元第八 劝人依四十 五行与正方 以火炼五脏之路 同时内官 自见生入泥丸 并且焚香没住 跪拜几首 静坐望鸡 内官第九论超脱之法 劝人存享入定 其火聚火 活其焚身 观天地间炎炎之火 和天界之相 知有尘世之类 逐步弃绝外事 渐入无为之道 超脱地时 劝人超脱凡屈而人圣挺 脱去俗胎 而成仙道 讲述阳神力由洞天 往返于天宫及人间 虚空与肉体之间 自由自在 悬门散石文献卷 领宝必法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石文献卷 话书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话书是唐末五代时的 道士檀窍所作 是道教思想史上的名著 该书分道话 数话 德话 人话 实话和简话 其六卷110章 此书内容 大致是以老庄思想为本 又兼容儒家学说 认为天地之间 万物生生不已 变化无穷 循环往复 皆不离于道本 大道以虚无为体 以纯一为德 万物皆顺之而生 逆之而亡 所以世人修道养生 理身治国 必须尊道贵德 顺应物化之理 归根返普 虚心何道 而书中所讲养生修炼之道 主要是发挥庄子的奇物 作妄的思想 此书作者正知唐末五代的乱世中 因此对社会政治思想 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 书中所论帝王治国之道 以道德淳朴之治为本 面对当时天下道德沦丧 淳朴泯灭 明多饥困的现状 作者主张恢复古代淳朴的道德之治 行节俭军实之政 以挽救天下之战乱穷困 就是道家所谓的纯俭知识之道 其说虽本于老庄 却也代表五代战乱时期 普通百姓的愿望 悬门散实文献卷 话书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杜仁经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杜仁经所描绘的世界图景 杜仁经给人们描绘出了一幅宏伟的世界图景 这世界图景自成一个金字塔形的体系 为人们求先问道 提供了一个向上往善的动力性支架 这图景就是上有天堂 中有人间 下有地域 天堂分为玉界六天 色界十八天 无色界四天 种明天四天和三清静 又称大罗天 玉界 色界 无色界 总称为三界 这样 三界一天 共计三十二天 三十二天 每天各有天地管辖 共计三十二天地 三十二天地分处东 南 西 北四方 这样 每方各有八天八地 这三十二天 因为有高低不同 并不处于同一水平面上 从东方第一玉界天开始 向南京西最后到北方最上一层重明天 呈现出立体螺旋台阶式构架 万法之宗 杜仁经的全称是太上洞玄灵宝无良杜仁上品妙经 也称原始无量杜仁上品妙经 简称杜仁上品妙经或杜仁经 一卷 由道君前叙 原始洞玄灵宝本章 原动玉立章 道君中叙 原始灵书上中下篇 道君后叙组成 主要叙述原始天尊在始清天中 向十方天真大神 上圣高尊 妙行真人演说灵宝杜仁经 尊以仙道贵生 无良杜仁为宗旨 告诉人们都应当齐心修斋 六识行香 念道经以求降福消灾 并能登仙 后演变为六十一卷 其中第一卷是经文 其余六十卷 是后人敷衍经文而成的 杜仁经的出现 使道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描绘了以中央玉清源 使天尊为最高神 下有三界十方三十二天地 及地府丰都的鬼神天地 从存享以守身中之神 扩大到通过修斋 烧香 诵经以呼求外界之神 来保佑的方式 清金丹 福尔 反对乌习吟寺 西曲儒教祭祀仪式 造够了以斋教赞颂 及音乐为主的道教活动仪式 因此明代转修的道藏中 以渡仁经为道教守经 并奉为万法之宗 可见他在道教中的位置 悬门散实文献卷 杜仁经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长春真人西游记 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长春真人西游记主要内容 长春真人西游记 简称西游正道书 记述的是邱楚姬应援太祖成吉思汉之诏 在公元1220-1224年赴西域图中的建文 该书分上 下两卷 卷前收录邱楚姬 自由孙熙所作 长春真人西游记成 续 卷后为附录 收成吉思汉至邱楚姬的诏书 圣旨 燕京行尚书省石抹宫景 请邱楚姬驻持天长观的奏书 试行门人十八弟子和蒙古 护持四人之名录 上卷讲述的是邱楚姬西游经历 开天盖述邱楚姬学道经历 及审时夺事不应经 南宋邀请之事 后详述邱楚姬应成吉思汉之诏 西行传道之经历 邱楚姬率弟子十八人 于公元1220年正月18日 从来州金山东叶县出发 经围阳金山东围县 青州金山东一都 长山金河北正定至燕京 然后出居雍关 至德兴龙阳贯度下 八月初抵宣德州金河北宣化市 朝元贯讲道 赴南网龙阳贯过冬 次年2月8日 离朝元贯经盖里伯 经伊克勒湖 于尔坡 经内蒙古东南的达里诺湖 四月初抵达贝加尔湖北的沃尘大王 城及斯汗四地帐下 右膝行经呼伦湖 翻越库伦 金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 以南的高山 经长松岭航爱山 抵达金山阿尔泰山东侧的科布多附近 流门人宋道安等九人住七侠冠已居 秋楚姬率弟子九人 翻越金山 跋涉准嘎尔盆地东侧的白骨殿 伯尔腾戈壁滩 大沙陀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经轮台至回合昌巴腊城 然后翻越阴山 经天山 至阿里马城 经新疆霍城陷境 右膝行至寻寺甘城 撒马尔汗 塞兰城 然后经节石城 过铁门关 经阿富汗库尔勒城北 于太祖十七年四月五日 抵达大雪山 经阿富汗星都库什山 乘吉思汗行宫 乘吉思汗加其不远万里奉赵而至 问及长生之药 乘吉思汗次号神仙 并定石月问道 下卷述秋楚姬讲道 吉东归注持天长观世 秋楚姬次别城吉思汗 经蒙古南道 字科不多至金山 邪门人宋道安等东返 于次年春底燕京 注持天长观 全真道得成吉思汗支持后 获得很大的发展 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发掘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秋楚姬 其以73岁高龄、月高山、设大川、跨戈壁、渡荒漠、崎岖数万里的西游历程 对沿途的自然景观、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均有祥名的技术 书中还记录了秋楚姬沿途银勇的近70首诗词 颇有文学价值 此书之价值长期未被发现 直至清朝乾隆时期 前大厅于苏州玄妙灌读道藏时 史行表彰 清末著名学者王国为为该书作著 并给予很高评价 总之 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秋楚姬 及全真道的重要著述 也是我国十三世纪上页一部重要的中西交通史文献 此书可与晋朝法显的佛国记、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媲美 对研究原史、西域史、地理、民俗等均有参考价值 在世界中世纪的地理游记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国外有俄、法、英诸与种一本 玄门散实文献卷 长春真人西游记、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赵生彤道长、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18045933058 微信13945602522 陆波导演、萧云道人 玄门散实文献卷 龙门心法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赵生彤道长 清朝初年 复兴全真道龙门派的王长岳曾在北京白云观六次开坛说界 撰有讲稿心法证言 后由其弟子少守善 干守春作拔 法孙瞻太林孝 原孙唐青善演而为龙门心法 这是一部对清以后的全真道 影响最深刻的道书 使教义由偏重担法清修 而转向 以延迟戒律为主 龙门心法包括二识讲 一识归一三宝 二识忏悔罪业 三识断除障碍 四识台诀爱缘 五识戒行惊言 六识忍辱详心 七识清静身心 八识求诗问道 九识定会等持 十识密行修真 十一识报恩孝哉 十二识立志发愿 十三识印证笑愿 十四识保命延生 十五识产教宏道 十六识嫉妒众生 十七识智慧光明 十八识神通妙用 十九识了无生死 二识功德圆满 龙门心法的基本主旨是 修道者必须归一道 经知三宝 而要归一三宝 明大道 脱生死 则必须先归一真三宝 所谓真三宝 就是自己的身 经 就是用宗教道德 以至身 日心 日义 至身则能归一师宝 至心则能归一经宝 至义则能归一道宝 身心一化为三宝真身 一届定会法门 行持信心 则定能成道 悬门散诗文献卷 龙门心法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权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昆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焦云道人 悬门散诗文献卷 修真图简介 著作权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修真图远速老子 宇纯阳 人团 刚三丰祖师 以养性炼生为基础 图文并茂 被认为是传统修真的总纲 图中记录了从百日筑基开始 然后到修真的理想境地 修真图又有单乘九转图之说 反念为图转九成单 意思是说 传统的炼丹 要通过九个复杂的层次 才可达到一个完整的境界 修真图图中的内容 就是将这九个层次逐一进行介绍 使人们对于炼丹过程 能够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修真图是古人在征服自然的漫长岁月中 通过不断进化统一自我的原真之气 而取得的成就 他的两翼以六寿形象 向人们交代人体中的脏气功能 以兽形极象概拟人体的器官 并交代了这些器官 在修真中的主要作用 而六寿的比拟 融会了古代文化中的哲理 如以东方为干鼠木 画和人参 是形象思维的解剖表现 进而比拟人参及宇宙的概念 总之 修真图反映的是 古人对自然界的古朴认识 是古人对生命科学 对宇宙自然之体源不断探索 所取得的辉煌硕果 悬门散实文献卷 修真图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焦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内经图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消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内经图或称之为内经图 内经是指以一层观脏腑 经脉组织及其运动规律的一种人体内在体验 严格讲 它其实是人体内脏的解剖图 其目的是要给予学习人体解剖 内脏关系的人以图示 但是明显带有道家养生方法的图示目的 内经图与内经图实际上可能都源于皇帝内经之有天内容 而之所以命名为内经图 可能包含着内丹修炼经典之一 内经图以图示的方法并结合诗歌的形式 非常详尽地描述了道教内丹修炼的全过程 以及人体内脏的生理关系和如何养生 首先 心前有十一手 为了说明内丹的修炼过程 我家自种自家田 内有灵苗千万年 花似黄金色不易 子如玉丽果皆圆 栽培皆赖中宫土 灌溉皆平上股泉 攻克一招成大道 逍遥陆地水蓬仙 其次 途中一人赶牛前 相当于肚脐声门部位 也有十一手 铁牛耕地重金钱 克食儿童把贯穿 一粒肃中藏世界 半生称内主江山 白头老子没垂地 若问此玄玄会得 此玄玄外更无玄 另外 还有一首诗位于小腹 主要是为了说明 修炼者应持之以恒 通常人只是顺繁静 向外耗损 如水冬流不复返 而内修者则志在拨转机关 改变这种状态 而达长生目的 父父连连步步舟 机关拨转水冬流 万丈深渊应见底 甘泉涌起南山头 悬门散十文献卷内经图简介 这一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十文献卷 新信图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与修真图 内经图不同 新信图乃是武当山所独有的 到目前为止 尚无其他道教公贯发现此图 修真图比较侧重于命宫修炼 而新信图更侧重于性宫修炼 新信图的三百余言正文与寿 自图 养生营连图在内容上看似没有直接联系 但如果运用道教各派心性学说理论 进行对比分析 就会发现三百余言的正文 作为单道修炼的理论法则 而受自图 养生营连图作为单道修炼具体方法的暗示 它们之间不仅具有内在联系 而且相辅相成 如果说修真图是明确告知人们命宫修炼的方法和原理 那么新信图则处处暗示我们修炼性宫的理论和方法 两者一明一暗 一命一姓互为表理 正因为以修真图 内景图 新信图为核心技术和内容的武当弹道修炼方法 为武当山道士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养生延寿理论 技术 方法体系 所以这些十不求精 一不求暖的修道人 才能够各个身强力壮 艳康长寿 悬门散石文献卷 新信图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昆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焦云道人 悬门散石文献卷 清词的概念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清词的定义 清词是一种特殊的文体 又叫绿章 唐代文学家李赵 汉林志上说 凡太清公道献剑告词文 用清藤指书诸字 为之清词 清词 是道教摘教仪式中 献给天神的奏告文书和祈祷词 是道教可以常用的祭祀词文 它主要是用来表达摘主心意的祭祀文书 有用清指诸书敬献神灵的遗格 这种颜色蕴含着一种宗教象征意义 道教关于清词的撰写规则以及投送方法等 都有清词式 清词观等科法规定 从某种角度来说 清词其实是道教神仙信仰的一种文学化表达 它蕴含着道教的嫉妒之道 清词的创作 清词 一座清词 是道士用来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将的一种俘虏 由于是用诸笔书写在清藤纸上 所以称之为清词 又称绿素 唐里照汉林志曾记载 凡太清官道贯词文用清藤纸 诸字 为之清词 前属杜光廷皇太子为皇帝修金录斋词 清词奏语 笔金会以韬光 单表通真 至诸囊之夜十度 由于古代神比较多 所以凡间要告诉天神的事也就越多 于是文人客串到一起来写清词 即至后来 清词逐渐演化为一种文体 道徒也渐渐失去专利权 然而 清词并不好写 他要求以华丽的文字来表达人们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 是一种以师父为体材的文章 通常多用田体 以四六文具构成 对战工整 文词华丽 也有田散并用的 开头先说明助导者姓名 祈祷神之尊号 所奏是由 结尾时用以文 谨词之类的表示 谦卑其请的文词 据说明朝嘉靖帝爱好清词 凡善写清词者 都能够得到重用 明史载府年表统计显示 嘉靖十七年后 英格十四个府城中 有九人是通过撰写清词齐家的 其中 比较有名的大奸臣颜松 就是因为文笔极好 能够写的一首好清词 才得以发家的 悬门散实文献卷清词的概念 这一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 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道教咒语的概念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咒语的定义 咒语与俘虏一样 其思想基础也是鬼神论 但也有人认为 气功师如果将这种形式与存私 形器相配合 或许会有柱子集中精力 诱导意念 使其容易进入气功人静状态 从现代科学来看 咒语的思想基础 决定了 它是一种巫术行为 当语言禁忌发展到极点 就会达到灵物崇拜程度 久而久之就可能形成咒语 咒语的意思就是口头语言禁忌 平时禁止使用 一经使用 它就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绘制对方于死命 咒语的文字表现形式是俘虏 中国古代 人死后请道士念经超度亡灵 要在房屋四壁上贴符 盖房上粮时 在房梁上贴符 孩子生病时 到寺庙里求福等 这些事例说明符是一种奇特的图画 充当文字符号 代替语言的力量 可以用来辟邪阵妖 咒语是一种被认为对鬼神或自然物有感应或禁令的神秘语言 咒语常和以人体真气静置鬼神移外物的气静术结合在一起 称为静咒 有时也会和符一起出现 称作符咒 道士在施行咒术时 往往会借助某些中介物 如咒水 咒藻等 他们认为这些施过咒术的水 早也有咒术的效力 道教咒语与符录一样 使用十分广泛 种类众多 道教咒语的特点 咒语是一种巫术行为 是语言禁忌发展到极致 达到灵悟崇拜程度所形成的 咒语口头语言禁忌 平时禁止使用 但一经使用 它就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有可能治对方于死命 咒语的文字形式是符录 比如在中国旧时 人死后请道士念经超度亡灵 要在房屋四壁上贴符 盖房上梁时 在房梁上贴符 孩子生病时到寺庙里求符 这些符都带有咒语的特点 简单的咒术 咒术是不需要什么力量的 人人都可以使用 而且不会有什么害处 不过效果也就很小 作用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高深起来的话 就确实需要能力了 如果能力不够的话 可能从开始就无法使用 也就谈不到其他了 而可以使用的 能力越强 咒术的效果也就越大 另外 如果两个人同时使用咒术 那就要看谁能力较强了 谁强谁就成功 特别要提及的是诅咒术 这种咒语即使成功 也会寄人因果 适用者本人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道教咒语的分类 按其用途来分 有用于治病者 如咒枣治病咒 咒水治咽喉咒 治寒病咒等 有用于内丹修炼者 如进口咒 进身咒 进天地咒 安魂定破咒 作炼咒等 有用于驱逐邪碎魔者 如六合咒 一浅咒 然同志多灾浮咒等 有用于雷法奇语者 如启风咒 启云咒 启雨咒 启雷咒等 按其语言内容而言 有向天神或大神祈求者 大多为陈述心愿 歌功颂得之词 有向通常神灵进行拆遣者 大多为命令之语 有向鬼欲进行举咒 喝泽者 大多为恐吓之词 其语言形式 大多为三言 四言 五言 七言组成的孕语 其中以四言为最多 少数为长短不齐的无敖语 还有些家有梵文一音或纯为 梵文一音的咒语 如利吼罗诈等 咒语的文末 通常都以积极如律令 做结束语 悬门散实文献卷道教咒语的概念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悬门散实文献卷 宝告 著作全内容编撰 交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宝告 也叫告章 在道教中 原指神仙传达的圣意 如道教的经典著作真告 后衍生为赞颂神仙的篇文 是道门的特定文体之一 宝告的评则预律十分严谨 多以歌勇形式赞美叙述道教神仙们修行 以及功德显化的典故 文字隐晦 英练 计数了大量的教理教义 纠持方法等 宝告首句 皆以至新归命理为开头 表示前程鼎礼膜拜 宝告最后多为告封之神仙圣号 现多在道教道场斋教中使用 正统道藏第五册录有诸诗真告一卷 被列为动真部赞颂类 悬门散诗文献卷 保告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焦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焦云道人 悬门散诗文献卷 道教诗词的类别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彤道长 道教诗词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道教数量众多的经级中 有不少是采用诗词的形式撰写的 另外 随着道教的传播 许多文人也关注道教活动 神仙故事 并采用诗词形式进行此类题材的创作 从而使之逐渐成为道教文学的一大门类 具体来说 道教诗歌可分为诗 词 玄歌辩文 仙歌道曲四种 首先是诗 道教诗起源很早 在东汉的太平经 就是最早的道教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不仅在道门中 密传着炼丹诗 咒语诗 而且在社会上流行着尤仙诗 炼丹诗中的黄庭内景经 与黄庭外景经 都是用七言诗的形式写成的 咒语诗中的代表作是真人咒 应用了陛霞援军的传说 游仙诗是一种歌咏神仙漫游知情的诗篇 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处词 清词也是道教诗词中的一大类 它是道士在斋教仪式中上奏天神的表彰 多为填文 兼或也有诗体 道教的玄歌辩文别句一格 它通过对道教神仙奇异故事的讲述来宣传道教信仰 从形式上看 玄歌属于道教说唱曲艺作品中的唱词之类 此外 仙歌道曲也是道教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一种配乐演唱的道教诗词 它的产生与道教斋教仪式的建立与流行有密切的关系 玄门散诗文献卷 道教诗词的类别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肖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 18045933058 微信 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肖云道人 玄门散诗文献卷 敦煌道经的价值 著作全内容编撰 肖云道人 肖生同道长 敦煌道经 是指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道教经典 1900年 道士王源禄在敦煌墨高枯藏经洞中 发现大量古代文献和档案文书 是称敦煌遗书 其中道教文书抄本约有500多件 包括道家诸子 道教经典 科仪 类书 论著 诗词 辩文等 约100多种 其抄写年代 大约在公元六世纪中 叶 至八世纪中叶 也就是南北朝后期到唐代中期大约200多年的时间 其中有以唐高宗 武后至唐玄宗时期的写本最多 这一时期正是中原地区道教发展兴盛 道藏开始编辑成书的时代 和西地区道教发展也进入兴盛时期 因而出现许多道观和道经抄本 从唐宗宗时起 土藩占有和西地区历史百年 土藩统治者信奉佛教 道教在和西地区几乎绝迹 佛教徒抄写佛经 有时就将道经抄本截断 重新粘贴后 在背面抄写佛经或练习写字 因此 少数道经抄本得已与佛经写本同时保存下来 敦煌道经的发现 可以弥补现存道藏的缺益 其中约有半数抄本是明朝正统道藏未收入的早期道教古籍 如《老子化胡经》、《老子小耳柱》等书 正是元代焚毁到今后缺失的重要道书 《太平经目录》、《无上密钥》、《太玄真义本记经》、《灵宝生玄内教经》等抄本 则可补足现在道藏本的残缺 其他已鉴于道藏的经书抄本 也可用作教刊的古本 玄门散石文献卷 《敦煌道经》、《敦煌道经》的价值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肖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德真经》、《南华真经》、《吉庄子》、《冲须真经》、《吉列子》、《通玄真经》、《吉文字》、《战国时文字所著》、《渡人经》、《音符经》、《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西生经》、《高尚玉皇新义庙经》、《黄庭外景经》、《黄庭内景经》、《玉皇经》、《三观经》、《北斗经》、《玉书宝经》、《太上三观宝经》、《太上玄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周易参同气物》、《三观经》、《北斗经》、《玉书宝经》 《《物真天》、《太上老君内观经》、《洞玄灵宝定观经》、《太上感应天》、《文昌帝君英志文》、《作妄论》、《画书》、《重阳历教十五论》、《龙门心法》、《玄门散石文献卷》、《道教中与养生相关的主要著作》、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18045933058 微信13945602522 陆波导演 萧云道人 玄门散石文献卷 道藏通考简介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道藏通考 由荷兰裔瑞典道士士州人道长 俗名 Christopher Schipper 及 西海真人和法国汉学家傅飞兰Franciscus Berylon 教授主编 三卷本 共1637页 芝加哥大学2004年出版 该书的封面上写道 本书是中国宗教及历史研究的里程碑 对道藏中所载的教义均进行了深入分析 归纳出其历史文化传承上的位置 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完整地考察了道教 笔者认为 这些话并非虚构的广告词 本书是诗州人等欧美道教研究著作的集大成 是一步意义深远的研究成果 在今后的道教研究和发展中 该书也是必不可缺的参考文献 《道藏通考》也是道教国际化的一座封碑 悬门散实文献卷 《道藏通考》简介 这一章的内容播讲完毕 著作全内容编撰 萧云道人 赵生同道长 坤道 道长QQ364618948 电话18045933058 微信13945602522 录播导演 萧云道人